歡迎收聽新時局聽新聞 我是Lily 在中國大陸 小孩子的健康成長 不是學校教育的真正目標 從河南省招作市走線尼美的前中學資深語文教師羅祥說 中共利用教育系統控制小孩子精神和心理 千方百計將小孩子洗腦成機器上的一個零件 羅祥參加過八九學運 1990年雖以優異成績從學校畢業 他被分到鄉下中學教書 2023年2月 看到自己的小孩子也因中共洗腦教育而被感痛苦 為了小孩子不再受到傾逸教育的互害 他毅然拋棄功績 帶著妻子和小孩子走線進入美國 回顧幾十年的教書歷程 羅祥說學校只有尊重教育規律 小孩子才能健康成長 教師都懂這個道理 但中共要求老師將政治放在第一位 不服從的老師都會受到處分和排斥 在每週一晚上的政治學習中 羅祥所在學校的負責人 要求老師談辦學方向 校風強調 中共的教育政策是 首先要在課堂上 把握社會主義辦學方向 羅祥當時說了自己的想法 叫小孩子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先是教育的目的 學校首先要按教育規律反學 不能先強行政治 羅祥這番發言犯了大忌 學校的黨務人員要求羅祥公開檢討 其他老師看到都嚇到不敢再說真話 學校每週都要求老師參加政治學習 學習黨的文件或觀看影片 並要求老師表態和黨保持一支 即使是暑假 老師也被迫學習政治文件 羅祥說 學生每個人都必須成為 共產黨這部機器上的一個靈體 中共不會考慮 你是一個完整的人 正常的思維和情感教育的需求 被置於政治之下 不尊重教育規律的結果 是學生為生理健康付出巨大代價 數據顯示 中國青少年抑鬱檢出率 已經達到24.6% 其中重度抑鬱查率 為7.4% 2023年3月20日前後5天內 天追這個城市 就發生7起學生跳樓事件 洗腦的工具之一是 與民課館中的紅色單元 羅祥介紹 課館中一般有8個單元 紅色單元要佔其一 其中有4、5篇課文 中共認為小學生好騙一些 就叫小學生學習 編造出來的英雄故事 初中生稍微複雜一些 就學一些情感性的 瑞士最可愛的人這類洗腦內容 高中學生則被迫學習 中共黨魁的一些理論性內容 你們紅色單元的內容再變化 單分量不會減少 比如老信的文章 2000年前在高中課本中一般有700篇 現在剩下了2、3篇 換成其他洗腦內容 可能是中共擔心路上有些偏激的 封痴聲文風 被用來封痴中共當局 羅祥說 他中共的洗腦有時做得很合促 但是與他政治主張有衝突 是不可能出現在課本當中 每學期的考試也是強化洗腦的方式之一 羅祥說 有一些題目雖然是開放性 但必須提到那個中共認可的要點才可以得分 學生不可以講自己的感受 就連數學科也被用來給學生洗腦 羅祥說 中共用數學科洗腦的方法比較隱蔽 他中共不是教你數學思維 而是教你大量做題 佔用你的時間 你就沒有時間思考 羅祥的兒子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老師說了一則抗日故事 說一共軍士兵 餓了4、5天 被日軍追趕逃到山裡 打死多名日軍後 飲蛋自盡 羅祥的兒子質疑 這名士兵武器不如對方 又餓了4、5天 要怎麼打死對方 老師沒辦法解釋 就罰他站到教室的後面 下課之後 還要罰他抄5片的貨文 教室裡的環境也被用來洗腦 教室裡的標語 每週出的黑板布等內容 都加入中共黨魁的頭像 革命小故事之類 洛祥認為 目前中國國內的教育設計 是基於純化目的的反人性設計 老師只能照管宣科 不能啟發學生的靈性和人性 如果說了一些 同黨的要求不一致的人性化內容 就可能被告密 處分甚至開除 洛祥說 中共幾十年來強制推行政治掛稅的教育 結果就是直接生產了一大批 老陳粉紅 小粉紅判斷事情 不講邏輯 不思考常識 不分是非曲直 不去深入了解不同的觀點 而只是盲目接受所謂正確觀點 最後淪為中共的武器和工具 為什麽學校教育 被用來控制思想 羅昌說 中共不僅將民眾作為榨取經濟利益的對象 還要他們充當政治武器和炮灰 我現在的認識是 共產黨就是邪教 羅昌說 黨媒《人民日報》 羅列邪教的十二大特徵 什麽思想控制、信息控制、妖魔化外界等等 我一條一條對焦 共產黨全都是符合 出走到美國的中國人 不僅止落場一個例子 自2002年年底以來 就有大量從美麥邊境原景走先 進入美國的中國人 選擇到紐約法拉城下腳 從中國封閉的角度 來到美國自由的國土 最大的感受是什麽呢? 有些人說 來到美國最震撼的是 看到全球推出中共服務中心的招牌和宣傳欄 剛走線來美不久的宋燒說 7月15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說 看到退堂中心的招牌和報告欄 我就感覺到來到自由之地 上面寫著打倒中共惡魔 非常震撼 只要來到紐約 只要董中雲 看到這個牌都會很震撼 尤其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人 心靈震撼 宋少華說是中國 法輪功學員和很多善良的普通老百姓 受到打壓 流地失所 我很同情 但沒辦法去表達現在來到自由的環境 我們要勇於發聲揭露共產黨的邪惡 沒有了共產黨 中國人才能過上好日子 中國一切罪惡的來源都來自共產黨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倫丹、洋洋、馬尚恩 紐約洛杉磯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 以及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小朋友 請記得訂閱、點讚 按鈴鐺 按鈴鐺 我們請您多多支持 按鈴鐺